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示范一下这个水贴花 怎么要贴 这一次我找到的这个水贴花 就比较好看 比较有3D感的 而且有金边 你看我手上的这个 就是红色底 然后粉红色花 然后这个水贴花的颜色 比较实 所以它不会像之前那个透明的 很透明 需要用白色底 才可以衬托出来那个水贴花 这个底下什么颜色都可以了 然后 这个 因为在YouTube上面 也有很多人问我 这些产品怎么 哪里找 然后这个就是给YouTube上面的朋友 你们可以抄一下 你们可以在微信啊 Instagram 或者email给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给你几秒钟的时间 再给你几秒钟的时间 ok 然后呢 我先放一边啊 然后呢 我的model手 就已经涂好了颜色了 因为这个是Germanicure玩具 前面的 该做的都做了 剪皮啊 摩指甲涂颜色都涂好了 两层颜色都涂好了 我还帮他做了一个渐变 这个渐变 然后都涂好了 现在准备了 你涂完第二层以后 客人的手放进去烘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去准备你的 那个水贴花了 就像之前说的一样呢 你不需要起来去拿碗水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你桌子上呢 两个东西可以用 第一个纸片 第二个 就是这个 C Sprite 然后呢 往这个纸片上面 噴 噴湿一下 噴湿一下 然后你刚才 就是要剪的 都剪出来了 像这个 你看 我留了一个完整的 另外一个呢 我就把它剪了一半 就放在上面 再一半在这里 放在这个 湿纸巾的下面 然后可以再往上面 噴一点点水 很快 只要几秒钟 它就会可以 泡起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 准备一个夹子 好 OK 好了 那我先来这个 渐变的 渐变这个手指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轻轻的用这个 去移它 你看可以已经泡出来了 然后就把它夹起来 一整个 把它贴在中间 贴中间呢 然后用手 慢慢的 按进去 把旁边按进去 按进去 然后它会歪啊 那你就把它移过来 你可以把它移过来 移到中间来 这样就很好看了 这样就很好看了 如果 你觉得 你贴完以后 这个贴纸上面 还是有一点点水的话 你就再用一个 干纸瓶 给它在上面 按一下 把这个贴纸 settle一下 然后把多余的水 给 按走了 给吸走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贴完 你可以叫它 放进去 灯里面 烘 因为这个灯 可以蒸发它的水分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来 这个呢 一半的话呢 我就会这样子 把它弄到这个角落 按一下 把它按一下 角落要給它 按好了 這樣就變成一個 就是兩邊一半的花 然後再給它 把水 按走 好了 把多餘水 按走以後可以放進去再烘一下 然後這邊呢 你就可以上TOPCO了 可以直接上TOPCO 沒什麼事 COPCO 我自己把水的TOPCO都上了 現在我自己把水的TOPCO都上了 可以放进去封了 这边也是给他的tapcode都上过去 记住水贴的话如果贴在很旁边的话呢 你的tapcode肯定要盖过去 然后这边手拿出来了 在水贴花这一个手指再给他上一个tapcode 就是有贴水贴花的上两层 可以上厚一点 好了 现在我们的tapcode了 嗯 哦